这个满头大汗的小伙子正在准备过海关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小子有问题 于是就把他请到了小黑屋 工作人员不仅从他随身行李中找到一个奇怪的罐子 还发现这个人胳膊上有很多针孔 一看就是一个瘾君子 工作人员准备仔细查看那个罐子 但是却不小心把罐子打翻在地 下一秒 大量的类似甲壳虫的东西爬了出来 直接钻进了工作人员的口中 仿佛将工作人员荡成了容器 康斯坦丁第四集正式开始 画面转到我们的男主扎康这里 他和小泽刚一到家门口 就发现有人闯入的痕迹 当两人进入时 发现地上有很多开头的那种甲壳虫 扎康认出这是那个甲虫 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虫子之一 而开头的那个小伙则悬浮在半空 毕竟扎康的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各种陷阱无计其数 但是扎康把小伙放了下来 小伙名叫家里和扎康是老乡时 两人曾经一起奋斗过 扎康明白家里这次突然到访 绝对有谁 家里说自己遇到了大麻烦 故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当时自己正在苏丹闲逛 看到了一个小黑 他的脸上刻满了代表束缚的封印标识 家里第一想法 就是有恶魔被封印在了小黑体内 于是便主动为小黑取魔 过程一切顺利 小黑体内的封印之物 顺利地转移封印在了罐子 而这个罐子就是开头被打碎的那个 小泽问家里 现在罐子在哪呢 镜头一转 工作人员性情大便 疯狂地找着吃的 只要看到有东西 就往嘴里塞 甚至还把手放进了滚烫的油锅 从中捞取食物 这可把周围的吃瓜群众们吓傻了 但是吃到一半 工作人员突然倒地 无数甲虫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 此时的扎康 已经得知封印罐子破碎的事情 准备重新制作一个封印瓶子 将甲虫们重新封印住 随着扎康最后一声咒语结束 封印瓶子做好了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找到那些虫子在哪 那么虫子们在哪呢 自甲虫从机场工作人员口中飞出之后 就附身到了一个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来到了超市 开始在这里疯狂地吃着东西 保安过来阻止 但是却被女人直接咬死 扎康通过电视看到了新闻 扎康表示甲虫只是表象 其实他们是恶灵 只知道一味的索取 如果不阻止她 她将会咬死很多人 随后扎康洞身前去驱魔 很快她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刚才那个被附身的女人已经死了 恶灵已经转移了 扎康从现场的一对母子中得知 女人死后她的嘴里 飞出了一大群虫子 这群虫子又钻进了一个猪肉送货员的嘴里 不得不说恶灵很会挑人 这家猪肉送货公司 是当地最出名的肉类供应商 食物储备冲锁 当扎康顺线索赶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好几具干尸 现场只有一个活物 就是被恶灵附身的女子 扎康健壮掏出瓶子 准备封印恶灵 屎像身上的车 屎 但是瓶子好像并不管用 根本封印辅助恶灵 扎康只好先把恶灵关在冷库之中 随后扎康回到了小黑屋 准备寻找更强大的容器封印他 此时小泽拿出了几幅人像素描 早上小泽和家里身体接触了一下 不但感受到了家里吸毒时候的感觉 还看到了他之前经历过的一切 扎康看了这些素描之后 找到了自己的一位萨满朋友 扎康开始跟萨满朋友说明情况 一个来自苏丹的恶灵正在袭击这座城市 想问问萨满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萨满说办法虽然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一下 只见扎康将扎康带进了小黑屋 然后拿出了一种强力的置换剂 两人共享了精神世界 一起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扎康看到了恶灵产生的经过 这个恶灵主要是因为饥荒人数太多 众人怨恨的念力所化 恶灵通过一步步吞噬活人的灵魂 来强化自身实力 当地的萨满为了防止更多的人遭受迫害 于是选择用活人来当器皿 封印这个恶灵 就这样小黑被选中 萨满在他的脸上雕刻了精细的图案 以此来完成封印 就这样恶灵被封印进了小伙的体内 由于无法出去 恶灵会先吞噬掉小黑的灵魂 然后最后吞噬自己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却不曾想恶灵控制着小黑逃走了 最后又碰到了爱管闲事的家里 最终导致恶灵被释放了出来 了解完这一切的扎康 从幻觉中醒了过来 萨满对扎康说 要想消灭恶灵 只有人体封印这一种方法 几乎是同一时间 被扎康关在冷库里的恶灵 冲破了大门 跑了出去 扎康这边正在寻找人体封印的对象 找谁呢 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扎康将目标盯上了家里 解铃还虚细凌人 在酒吧里扎康 对着家里一顿嘴炮输出 加上电视里 关于恶灵的新闻报道 家里最终同意了扎康的想法 最终他们在一处剧院 找到了被恶灵附体的人 两人对视一眼 开始召唤仪式 在最后一个甲壳虫 进入家里身体之后 扎康开始在家里脸上刻写住 最后 在家里的惨叫声中 本集结束 那么下集扎康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温暖吗 关注郭说 我们下集接着说